他要请教阿爸老师 他说洋香瓜来到阿宝呢 这个芋花呢 花里还有水 但是因为现在空气有点大层 如果是应用冷冻水分 怎么会掉过 洋香瓜 对 喂手脚 来 这个时间 如果您这个 受粉 如果是更冷气还是这样 最主要就是 看他的这个花粉上的活性 这个底下 再来就是说 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他的这个 这个磁蕊 因为磁蕊是最重要的 花粉的活性 倒还是这个其次 所以一般来说 我们在这个受粉的这个改端 我们的投手 算是说都会去 弄一个适当的 适当的这个 这个时间 比如说他如果是较大 还是说这个温度较高 尤其温度高的这个时候 还是风较高 因为当时他这个这个时间点 就很有可能 就就 就没人说他好适当的 所以 有可能就是说 包括他一个这个 各种的这个原因 所以我们得手 在这种受粉的这个期间 如果是可以 基本上 都会去抓住 那个早上 这个早上 大概就是 落水 搭了这个时间 一直到早上 八九点 不要让他太过 搭你的火 如果开始在打起来 这个效果 通常就没能说 没能说太好了 所以德索是这种的 这个情形 奥当时 因为你把他受粉了 如果是没火 就会受粉 他就开始会 累了 所以这个德索 我们看起来 是这种的这个 所以基本上这个时间 时间 算是 如果是那样 就没能说 效果上应该是没能说 很好 所以你说到 会不会花蕊里面 还会有水 但是空气很大 如果用人工受粉 因为 我们在说 这个时间 最好就是说 可以让他 比较大 的这个时尊 一般来说 一般来说 就是说 如果是太过头 胆 基本上都 没能力 所以 欧阴就 有时候 他受粉的 这个 成功率 就会稍微 下降一点点 所以 这个时间 也没说 很一定 所以有时候 比如说 像黑暗天 胖子没出来 我们有的是 利用这个蜜蜂 来塑粉 蜜蜂来塑粉 当然 如果是有 就比较方便 所以 德索 我们就是说 这个 在 正常 比如说 像我们 第八百 第十百 这个时尊 是要 第十百 到十十二百 这次 它开始 它开始 它开灰 这十二百 这家 基本上 基本上 如果是十二百 就是十 十二十一 十二十三 十四十五十六 这几百 因为它不要超过 就是 如果我们是阳相关 看我们拼增 有的拼增 它可能比较早熟 它可能在 第十百 大概是 所以我们一般 就是说 开始要 要劳过 结尾进政 最起码三天 进政 你就要把他刷进去 因为你要让他适应 我们是都在 厉害 比较早 我们是 暗证十二百 十二百 时尊 要劳过 对吧 第十八 时尊 那时 有灰 开始有雷 我们就把 蜜蜂 进去 因为它这样 起来差不多 一周 它有多好 因为 它要去适应 去适应 尤其是 如果是越软 它适应期间 就越短 如果是比较凉 它可能适应性 就比较不低 就比较容易 适应期间就比较低 如果是人工授粉来说 我们说的 这个人工授粉 就是用人去问灰 用人去问灰 这个通常是早上 还是早上是最好 当然下午这个时间 这个对到 他大概是越往后面 他的这个好够就越烂 因为灰是开始 暗暗咪咪这种 这我们都说 这可能 他的这个好够就会比较差 一顿一顿 所以这个过来的一个 这个受粉 这大概 尤其 尤其我们看到的 这个 洋相关 大概是这种的这个情形 所以 有做中比没有做好 但是我实际上 这个效果上 是会 这个 来跟他说 就是说 特别 就是说 他会是往后延 所以 有做中比没有做好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当然有人说 我会很厉害 当然 尽量是可以 稍微一点点 稍微一点点来做 所以这可以让我们 和朋友先来了解 如果说 在这个 你若是对 这个洋相关的 这个人工 受粉 这个东西 你若是想要进一步 的 这个了解 我们的条线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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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星 他算 他这对人阿母 算 做网文 洋相关的 这个人工受粉 也算是还不错的 所以他們有一個 日誌網站上面 有一個叫做定香園 這個部分的 實定的那個 就是一個酒頭 還有一個安定的鄉 鄉村的鄉 定香園 裡面有很多資料 你可以去看看 他用他們家印金 把他用相機去記錄了 他們用這個羊香圖的一個過程 他們很敢去嘗試 這隊夫妻很認真的 一個栽培管理 就是說我們看到的這個情形 簡單說 並說在他們的一個裡面 基本上 他們有經過 都是走在很時代的前面 這個效果 比較看起來 基本上我相信 以他們的認真 當然是很好的 但是就是說 我們這種東西 你自己去做 稍微去抓一下 去抓一下這個 這個時間 這個效果 確實是有一定的 Rule and out的效果就越壞了 所以這個 和朋友先來解釋了解 第一項是這種的經營 提供給你各場客 在你的目標 我可以解釋了解釋 我可以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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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